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塵 好高興又見到大家 不知大家會否發現 今次這個鏡頭會是特別wide shot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今日我會開箱這一部Mesh Lumi 2 真是很大一個盒 所以鏡頭要拉遠些 讓大家可以清楚見到整個盒 真是很龐大 今天這段片集中會是開箱這一部Mesh Lumi 2 很坦白說,比我預想中多網友是期待 我想針對是需要有大屏、閱讀和A4和尺寸的話 他就會留意這一部 因為市場上13.3吋的選擇其實很少 要不就是Moin Pro即將出的第二代 又或者就是紋石這一部Mesh Lumi 2 這樣他就搶了頭膽湯 好了,所以今天就會有這部Mesh Lumi 2的開箱 另外在結尾就會有一個規格分析 讓你了解它和上一代Mesh Lumi在規格上有些甚麼不同 有些甚麼升級 好,事不宜遲,那就去片 好,大家眼前就會見到一個很大的盒 可能大家在手機上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這部眼前就是13.3吋Mesh Lumi 2的盒 它今代雖然是出了新的型號 更新了新的產品線 但是它的設計是用上一次同一句的口號 Nine Tablet Unlike Any Tablet 這一番話,如果你有看我Note Air的那段開箱的話 你會犯人一樣 這次紋石我覺得真的有點難 加一句新的口號,色系不變 改下其他的設計的主題我想都ok的應該 既然用了這麼多心思去設計產品 亦都有一些這麼正的產品的話 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Mesh Lumi的外表亦都是黑印上去的 好,去到背後大家會見到這裏的表簽 Mesh Lumi 2 這個是海外版來的,你看到是International的 雖然其實在運作上海外和國內沒有分別 但這一部其實是供海外的 因為是運來香港的 好,然後你會見到同樣有很多國家語言的介紹 這麼多代都是差不多 所以有興趣的,你自己放大再看看吧 好,事不宜遲,立即看看真身 亦都沒有變 全黑的盒,四邊全部都是黑色 有Bose的品牌名在這裏 好,大家眼前就會見到Mesh Lumi 2的真身 有個膠膜,套著 閱讀器界的巨毛巴,13.3轉的Mesh Lumi 2 今次你會見到都是以黑色做主題 你會見到它們的袋機畫面都是黑色做底色的 這是跟上一代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好,待會再介紹它 好,大家眼前你會見到有兩個盒 這個是一個信封來的 亦都是老規矩不意外 將會是保收卡 另外就是Mesh Lumi 2的快速說明書 這本快速說明書其實每一部型號都附有 都是講一些基本事,講一下有些甚麼案件 盒包有些甚麼 好,這個盒就有線和筆 好,那Mesh Lumi 附的那支Pan Plus 其實跟Note Air是一樣的 都是黑色主色 品牌和磁石位都是橙色狀色 基本上今代Note X,Note Air 2,Note 5,Note 5 Plus 和Mesh Lumi都好 基本上所有手寫的型號 全部都更新了這次這隻新的Pan Plus 好不好寫,之後再實測 但是整個整體設計就是這樣 沒有拆膠頭,沒有按鈕 筆尖它的物料都換了 摸下去會比較粗 不過有一樣,我只摸上去 有一個位置我會覺得一般的 它的筆尖明顯鬆的,不夠緊貼 鬆的話都會影響那個寫感 在我的經驗當中 到此實測再看看 另外特別看看 雖然它在Mesh Lumi的附的這支筆有磁石位 但是Mesh Lumi的機身是無得磁吸的 這一點特別在這裏要和大家指出來 好,另外附的原裝線是一個Type C頭 好,以上就是Mesh LumiE這個盒內附有的東西 就是這麽多了 開始介紹Mesh LumiE的外觀之前 先給大家有一個直觀的印象 和Note2有一個並列 給大家看看Mesh Lumi為何被清作 是巨無把 你看到10.3吋的這部Note2 比起這部LumiE的大小的差距都相當遠 當然重量亦有差別 給大家有一個概念 好,這次Mesh LumiE在外觀其實和第一代 基本上是無分別的 應該都是用回相同的模具 我所了解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上一代的時候 你會見到底部這裏會分了兩節色 這裏就沒有了 就全黑 左邊沒有任何的按鍵 右邊亦都沒有任何的按鍵 上方的右邊會有一個Power鍵 按鍵裡面會有一個指示燈 跟著你見到它這裏是Type-C頭 收音麥克風 特別剛說,它是雙喇叭的 所以你見到在背後這兩個位置 是有這個喇叭位 好,如果是有用開第一代的用家 可能去到這個位置就會發現有些問題 咦咦咦咦咦咦咦 Micro HDMI頭呢 你們的估算是沒錯 今代是取消了可以插線連接電腦 作第二螢幕的功能 所以整個模具基本上跟上一代一樣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 沒有了這個Micro HDMI的插頭 它背蓋的材質是膠來的 不過好像做了磨砂面的處理 摸上去有少許鞋 手感都ok的 另外跟Note Air 2不同就是 Note Air 2背後的模具 沒有寫到它是Note Air第二代 但這裏你會見到 這裏是寫著Max Lumi 2 起碼你可以從這裏辨認到它是第二代 要不是單單從模具整個外觀去看 其實真是分別不大 好,正面的面板 這裏會有一個實體件 指紋的變形亦都是用這個實體件去處理 跟上一代亦都是一樣的 好,就著外觀的介紹 大約就到這裏了 好,給大家了解一下Max Lumi 2的重量 好,大家會見到 是562.5克 比起官方所宣稱的570g 是輕了少許的 如果你是喜歡書寫加碼之筆的話 總重量就是576.5克 好,不知道大家看完開箱 對這一部Max Lumi 2 喜不喜歡呢? 現在就會和大家分析一下它的規格 和上一代有一個的比較分析 在畫面的另一邊 你應該會見到 由我所製作的規格對比表的 黃色的部份就會是優勝的地方 灰色的部份標記了 就是叫做稍順一籌的地方 基本上你見到Max Lumi 2 有幾個比較明顯的升級的 第一個不用說 其實就是同線全系列都提升到高通662 不好意思 7吋的Lift是用回636的 所以這一個 如果你看我上一段Note Air 2的分析 你都會知道 662在跑分上大約是20萬分左右 Auto跑分 而636是大約12至30萬分 這裏會有一個運算上的提升 另外在那個RAM和ROM 它就直接幫你拉爆了 按文社他們官方的說法 就是6GB RAM和128GB ROM 其實上一代Max Lumi的現規格絕不信息 它都已經是一早用了UFS2.1制式 所以在讀寫速度上其實是有保證的 不過這次它就立即來一個加倍 我想這一樣對 如果你會有大量的檔案加入去 因為它的針對群眾是專業用戶 大量的論文 可能是一些企業有大量的檔案 這個容量基本上你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坦白說 它已經追上主流可能是中階的手機的規格 6加128 是W未追到 因為現在手機你去到最高高通888PLUS的話 是講解效能可以去到80萬分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差距 但是RAM和ROM已經其實追上 即是很坦白說 我手機現在只是6GB RAM而已 另外Android版本升到11 這個跟Note Air 2都一樣 基本上就是你不需要擔心有APP去裝不到 就算是未來幾年 我想去到三四年後 這個版本都應該支援九成以上的APP 根據之前發展的經過 我想比較意外就是 Max Lumi 以後有一個輸的地方 就是沒有了Micro HDMI 沒有了插線外接做2nd螢幕的這個功用 不知道是否可能他發現效果麻煩 或者其實用家用的其實不多 又或者可能他覺得他的無線投屏已經足夠 但我想是不同的作用 因為有些人之前買MAS 3 或者是MAS Lumi 其實就是因著它可以作為2nd螢幕去用 現在就取去了這個有線連接的方式 我覺得有些可惜 就變相上一代 原來可能對某些用家來說 可能更加實用 這個位置可能來做評估 這個功能對你來說有沒有用 又或者對你來說 這個功能值不值貴了 或者是反過來 比平幾百元買上一代其實都可接受 因為上一代在硬件上 效能上其實是絕對不差的 根據我看回 之前也有一些不太確定 就是出廠會不會像Note Air Note Air Note 5 即是廠家都會說明 是會事先已經有一個去製好的膜去貼 我很細緻去看就應該沒有的 雖然我感覺寫感跟上一代其實就分別不大 那就可能要用回原廠貼上膜 這樣就會好些 另外有一個是最最最明顯的提升 也都是最最最值錢的提升 就是它的面板 同樣是油性屏 用塑膠材質去做那個面板的基礎 但是它採用了是元太科技最新的 E.N.Carta 1250 這個墨水薄膜的技術 其實元太科技是一路提升 一路是升級它這個薄膜的技術 上一代它用了哪一種呢 我們不知道 它文石官方沒有公佈 但是這個1250根據元太科技的官網的介紹 就會比上一代就會在對比度提升了 在那個呈現黑會更加黑 白會更加白 這裏我之前去文石店家那邊 去對比兩代試玩的時候 我是感受到真的 你說是否真是很肉眼見到呢 未必 但是從細節去看 是真是見到有些分別的 遲些去做詳細評測的時候 我會看看可否借到第一代 這樣會給大家有個更加清晰的了解 這一個是最值錢 因為現階段全世界只有富士通的A4V2 是用了這個E-Ink Carder 1250的面板 之後就沒有了 就到Max Lumi 2了 其實再早一點 AmorIn最新發布的Pro2預售中 其實都是用著這個元太科技最新最高級的面板 用油性瓶加這個E-Ink Carder 1250 就是一個最高級的13.3吋的顯示屏幕 但是它一月才發貨 所以Max Lumi 2就變成全球第二家品牌 能夠用到這個最高級的13.3吋的螢幕產品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賣點來的 所以這裏都特別提提 所以這一代的升級 在效能上、在容量上、在面板上、在Android版本上 它都升級了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13.3吋的考量 你基本上可以將它試做一部Android中階的平板 兼且在功能上是不會太輸洩的 唯一去比起Readmall那一部Pro2最大的分別就是 那邊是輕很多 輕成差不多200克 而這一部570克相對是重的 所以當然你說是否真的很重又未必 只不過如果你長期手持的話 你手跟應該會有事 所以這裏 因為我見有很多網友都會問 買Readmall那部好 還是紋繫這一部好呢 就是看你的需求 你要功能的話 這一部13.3吋就沒得輸 起碼是現階段市場上最佳的選擇 不論是效能還是顯示上 但如果你要講夠輕的話 那沒得說了 Readmall即Sony那部就真的輕很多 所以在這裏都給你了解回 唯一遺憾的就真是少了外接HDMI的各個功能 反而相反 如果能夠轉成 是可能比一個全HDMI頭的傳輸 有更高的刷新率 在外接做新屏幕功用上能進一步的話 它的價值更加大 不過可能這樣就會打擊到 它們那個MIRROR的那條線的那個銷量 因為就會在功能上會有衝突 會成為一個競爭者 那就自己自家衝到龍王廟 那就不是這樣好了 或者它有這樣的考量 不知道 我想另外還有一點會提一提 我覺得有些遺憾的就是 今代10.3吋四個型號 它都可以是有一些新出的Pen Plus 可以有磁吸功能 但遺憾的是這一部MASS LUMIN II 它用上一代的模具 它這裏在邊那裏不能夠加上一顆磁石 因為這裏其實是凸起的 不是平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考量 它又不想重新設計過的模具 所以這一枝筆是不能夠這樣貼上去 這個我覺得很遺憾的 因為另外找地方存放其實就麻煩 另外亦都不能夠是隨時搜射 除非它預設用家一定會是用保護套 但很坦白說 這一部本身已經重了 加上保護套更重 如果你問我,我是用的話 我是拿機用的 我寧願可能是入保護套 或者內膽包作保護 用的時候就拿出來輕便一點 重多200克 這樣就真的不行了 這樣就真的用不了了 我又未必隨時會帶著支架 所以如果這一代有一個升級 是能夠可以這枝筆都貼上去的話 我想都是一個有感的提升來的 可惜就沒有 所以都在這裡說一說 吐槽一下 所以就著今代Match Lumi 2的規格分析 和上一代的比較 大約就到這裏 如果你就著Match Lumi 2 有任何想了解的問題 不妨可以留意問我,在下方 另外,如果你覺得這段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可以讚個好 這個是一個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可以讓更加多人可以看到我的片 如果你對雲石這系列將新出的機 是很感興趣 又或者對E-inch產品的評測是喜歡的話 誠叫你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一段片都能夠見到你 今天的內容大約就到這裏 感謝你的觀看,拜拜 明確